我們跟BMW M-Power系列真的很沒有緣 從很久以前什麼M5啦 192 M3啦 一直到今天 我們終於試駕到了 這台車真的很漂亮 BMW M4 M4 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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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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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從這一代開始呢 M3就是四門 M4就是雙門 那在M4的部分呢 它有提供手排 純手排可以讓台灣的消費者來選擇 售價分別為483 和498萬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搭載雙離合器 7速自手排的 BMW M4 整個外型上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空隙力學套件 包含了下壓力 像在 對 傳統霧燈的位置呢 這邊有一些造型的設計 其實對下壓力都會有些幫助 另外一個就是進氣效果還有散熱 所謂的散熱呢 就是在兩側 葉子板呢 這邊有個起片的造型 這都是有助於散熱的 輪圈搭配的 標配是18吋 這有點可惜 其實以車身的尺碼來看 甚至包括它輪弧造型 我覺得19甚至20吋是比較匹配的 那有幾個重點就是 前葉子板 前引擎蓋 這台都是鋁合金的材質 以及上方 這邊是碳纖維的材質 包含了 後尾門也是碳纖維塑料的材質 那因為M4它是雙門的車型呢 所以整個車身造型看起來 它的線條呢 就非常的銳利 而且沒有很多餘的後門 M4和M3最大的差異就在這裡 它們的軸距 軸距的長度 甚至底盤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說到底盤呢 這一代的車型 前面搭配的是麥花城 後面一樣是多連桿的底盤設計 煞車系統 陶瓷煞車一樣要做選配 原廠標配的只有達控碟 前面是四火塞 後面是雙火塞的煞車系統 跟車頭一樣 車尾的造型其實有很多 空力線條的點綴 包括引擎蓋上方 尤其是在保桿兩側 黑色的造型 不要小看這個造型 尤其我們在煞車場上 這一種 散熱導流的功能 有助於煞車 有助於空氣力學 甚至有助於車輛的下壓力 這些東西在這台車上 隨處可見 排氣管搭配的是 四出的一個排氣管 有幾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M3的部分呢 它後方的壓尾 和M4是不一樣的 M4是一體式的 M3另外有一個 小小的壓尾的設計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後尾門 一樣是碳纖維的後尾門 所以它的開啟 第一個非常的輕 其實它行李箱的空間 並沒有很大 不過它有60分離以非的傾倒 那以BMW性能車來說 它並沒有配備施壓去跑胎 還好它沒有配備施壓去跑胎 其實施壓去跑胎 它除了讓你有一些安全性之外 其實在噪音 輪胎滾動的噪音 甚至包括舒適性 都會打折 那以台灣來說 因為台灣 並沒有很大 你如果爆胎了 其實很容易可以找到 補胎的一些輪胎店 所以這台車雖然沒有施壓去跑胎 不過它沒有配置備胎 一樣只配置一瓶補胎劑 其實補胎劑其實已經非常夠用了 接著我們坐進M4的後座 其實這一代的 不管是M3或M4 因為它軸續加長 所以煙廠強調就是 它的整個後座的空間品質表現 因為畢竟我們試駕的是雙門的車型 所以你坐進後座 基本上是要用鑽的 但是鑽進去之後 你一坐下後座的座椅 你很訝異就是它後座的空間 其實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有機會大家去展這間試車的時候 可以去試看看 你叫你的七角坐到後座 可能你老婆大人 買單的機率會比較高 第一個就是它兩邊的座椅 都有一些凹槽的設計 所以你有一個深陷的感覺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 西部空間大概一個拳頭兩個指頭 頭部空間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壓迫 當然你跟一般的四門房子比起來 當然還是不行 可是以這種流線造型的轎跑車來說 它的頭部空間表現已經很不錯了 大概還有一個指頭左右 如果說你不要坐得像我這麼挺 你坐得稍微傾斜一點 這樣到後面頭枕的位置也剛剛好 這個時候如果你吸上了安全帶 讓西部空間大概還有四個指頭的時候 你頭部空間表現也不錯 然後加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扶手 雖然它沒有中央扶手 中間也沒辦法坐冷 因為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伺服空間 後方的冷氣出風口 除了可以調整風量大小之外 其實它可以調整冷暖 不過它並不是恆溫空調 所以後面還是有一個很便利的空調系統 中間地板骨斜面積很大 所以後面基本上只能坐兩個人 坐進後面其實它的整個 舒適性表現並沒有很差 尤其是很關鍵的空間表現 沒有像以前的雙門跑車 後面基本上大概只能載小孩 你後面現在載成人的話 其實坐在後面還滿舒服的 我相信這個時候 如果你需要四門的便利性的時候 其實你不妨去看看雙門 雙門的M4在後座的空間表現 其實也非常的棒 打開是鋁合金材質的引擎蓋 看到一個非常美妙的藝術品 首先就是非常明顯就是 有個碳纖維的拉桿 這次的M4跟M3一樣 從原本的V8 我非常欣賞的V8 來到了直列六缸 雙渦輪增壓 它的增壓系統 其實是三缸一個渦輪增壓器 三缸再一個渦輪增壓器 所以它是TWIN TOBO 這樣的好處就是讓你的TOP LAG 可以幾乎完全沒有 而且可以爆發出非常好的性能輸出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在引擎本體的上方 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Intercooler 也是水冷式的Intercooler 有一個獨立的水槽 可以自動的讓進氣的效果會更好 那渦輪增壓車呢 你只要進氣的溫度降低 你的馬力的提升的速度就會提高 這具渦輪增壓引擎 它的最大的霸數是1.25個霸 稍微做一點改裝 突破500匹以上 絕對不是難事 從上一代的V8自然進氣 現在變為了直列六缸 又回到經典的16 而且是雙渦輪增壓 排氣量從之前的4.0 變為現在的3.0 它的正確排氣量是297.97C 最大的馬力431匹 在5500轉到7300轉都可以產生 而且手排自排都一樣 扭力的表現是550牛頓米 也比上一代進步了 所以雙渦輪增壓 確實讓低排氣量 可以超越自然進氣的V8引擎 扭力的風值在1850到5500轉 所以扭力的風值非常的廣 那在加速性能的部分 雙離合器反而比較快 0到100只要4.1秒 反而手排需要4.3秒 另外它的油耗表現 我相信會買這種車的人 應該不太在意油耗 不過油耗表現 一樣 雙離合器的自首變速箱 它的油耗表現也是比較好的 1公升達到將近10公里 平均油耗 反而是純手排的變速箱 它的油耗表現會比較差一點 我們現在把底盤撐起來 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個 它鋁合金的一些結構感 這個上面還有一些MPOWER的一些標誌 不過很可惜就是 我們拍不到碳纖維的傳動軸 那邊被包覆起來看不到 不過你看到底盤 這邊還是有些隔板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它並不是整個平整式的底盤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空力套件在這邊 在這邊就有 一樣啊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一些結構感上面 也都是全鋁合金 這和一般的BMW3系列或4系列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底盤 如果把這些結構感的支架 這個支點的地方 都把它改成魚眼的話 這台車的操控就會更棒 除了可以看到一些鋁合金的結構感 可以看到一些輕量化 像打洞的地方 一些輕量化的設計 讓這輛車的操控可以更精準一點 在KDX上面呢 這邊有自動停車熄火的功能 在等紅燈的時候呢 它可以稍微的熄火 減少一些油耗 發動引擎呢 立刻可以感覺出來 16和上一代的V8 我一直說BMW上一代的M3車型 確實是非常的經典 V8自然進氣 在發動引擎一剎那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畢竟它是M-Power的車型 所以有很多碳纖維的飾板 上面還是有一個非常便利的大螢幕 包含了內建衛星導航 以及它升級到最新這一代的iDrive 所以在iDrive旋扭的中間這邊有手寫板 你可以做繁體、簡體、英文的輸入 附近的按鍵呢 也跟一般的iDrive是一樣的 下面的空調系統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後方有冷氣出風口 下面有兩個杯架 以及小小的置物空間 變速箱搭配的是 七速的雙離合器自首擺變速箱 排檔桿這邊有RN、D、DS還有加減 當然今天停車的時候撥到N 到檔N再往前推就是R檔 如果說你要往前進的話 一樣往右邊 這邊就有一個DS的一個功能 你上下撥就是手排的功能 當然你可以透過方向盤後方的換檔撥片 來進行自主性的換檔 比較重要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在排檔桿的左邊 上面這個循跡系統的開關 第二個就是油門反應 它有分為好幾個模式 以及下方有個方向盤 就是方向盤輔助力道的大小 一樣有Sport和Sport Plus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中間本來有一個避震器的開關 這個開關是要做選配的 它的選配價格是12萬 當然你今天選配的這個套件 避震器的軟硬就可以做調整 這一項配備12萬 可是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讓你的BMW M4 有很多種行車模式可以應付 當然今天是要一個舒適 長途駕馭的行車感覺 或者是今天在山路機械操駕的時候 中間這個按鈕反而是最重要的 我寧願犧牲掉前後這兩個按鍵 我也要選中間這個按鍵 那很多人可能會說 我如果要陶磁煞車 可以 因為陶磁煞車必須要搭配 19吋的輪圈 所以陶磁煞車加上輪圈 升級到19吋 它的價格大概是在60萬左右 那旁邊桿桿後方 這邊有個按鍵 當然你先按下之後 你先如果把它撥到第一檔 按下之後你會發現 檔位顯示旁邊這邊有三個切換 它就是變速箱換檔的時機 換檔的時間比較長和比較短 儀錶板兩大兩小的設計 右邊是轉速表 左邊是時速表 那在下方一樣有很基本的 旅程電腦的顯示 你可以在傳統方向燈撥桿上面 這邊有個BC按鍵撥下去 它可以告訴你 這台車還可以行事多少里程 以及平均的油耗 室外溫度 時間都可以在這邊做切換 大燈雨刷都有自動起閉 方向盤當然因為它是M4 所以它下面有一個M4的名牌 後方有換檔撥片 以及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上面除了有一些基本的音響功能 資訊的切換 定速裝置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M1、M2 我剛剛要講到在排檔桿旁邊 這邊有油門的反應 方向盤 以及變速箱換檔時機的快慢 你可以透過一些組合的按鍵 在M1和M2這邊做一些快捷鍵的設定 兩張座椅都有電動椅 架子座還有兩組的機器裝置 兩邊都有電動椅 要靠 這兩張座椅的頭枕是不可以調整的 它是有點類似筒型的一個座椅 在整個包覆性和支撐性的表現 尤其是支撐性 它的發泡面設定是非常硬朗的 這樣子的設定有助於 當今天駕駛者在面對一些奇虛路面 或是在賽道競速的時候 你可以更直接的透過你的背部和臀部 去感應到車輛的各種狀況 包含了輪胎的抓地力 側向的抓地力 避震器的反應 以及這個時候 車輛是不是在失控了邊緣的時候 都可以透過這個座椅 很直接的反應到車手 你就可以做更精準更快速的判斷 所以為什麼賽車椅 或是統行座椅 或是一些比較運動化的車輛 它的發泡面設定都比較硬 不過這兩張座椅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大腿支撐的延展 變成不可以做調整 一般BMW車系是可以的 不過這台車是不行的 如果它可以稍微做調整 把它調到前面一點 以我175公分的身高 我覺得還稍微不足了一點點 如果說你身高是要矮一點 可能還夠 可是如果你身高180 你坐在這個座椅 你大腿下方懸空的部分 會比較多一點 那最後四大心得 真的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如果可以選配一組可調式的避震器 這台車就真的是在操控上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樂趣 以及對於每位駕駛者來說 會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避震器不可調整 真的是差異會非常的大 畢竟它的避震器還是屬於比較硬 大部分的駕駛者 在一般馬路上行駛 你不可能擋擋全油門 不可能每個彎都是甩尾的過彎 所以你還是90%需要很舒適的 一個移動的質感 這個ZOZEN4 確實在這一點做不到 可是另外那個10% 你需要常常熱血抄架的一些 底盤的極限呢 以及底盤的反應加上油門 這個部分 在這台車上 你可以完全的去享受 BMW M-POWER所帶給你的 各方面的機械反應 這個部分是不用去懷疑的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排檔桿後方這個按鈕 當今天你在一般市區 巡航行駛的時候 你把它撥到第一段 它有一個比較經濟的一個形式模式 換檔非常的快 像我們現在時速不到50 它已經換到4檔了 甚至你可以透過方向盤 後方的換檔撥片 來進行自主性的換檔 第二個部分就是方向盤 方向盤它可以做 Sport Plus、Sport 還有舒適性三段的調整 三段調整 比時間的差異都非常的明顯 在一般的道路駕駛 其實撥到舒適模式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就是 上方這個油門的反應 你如果先把它撥到Sport Plus 你會發現第一個 排氣管聲浪有點不一樣 第二個部分就是 整個踩踏的感覺 油門的反應會比較直接 比較快速 甚至比較迅速 你同樣的油門的深度 在Sport Plus的部分 它給你比較好的一個動力輸出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發動引擎那一刹那 我剛有講過就是 引擎發動 以前的V8自然進氣 那種渾厚飽滿的排氣聲浪 甚至你不需要做任何車一樣的改裝 你光發動 享受它的排氣聲浪 就非常的特別 可是現在換到直列的雙渦輪增壓 當然它的排氣管的聲浪還是很雄厚 可是跟八缸比起來 還是有一段不小的差異 那這段差異呢 是我對這一次M Power 不管是未來我們可能會試駕的M3 以及我們今天試駕的M4呢 大概是我試車一整天來最大的遺憾 不能說現在的車不好 其實它有更好的經濟效益 更大的馬力輸出 更好的扭力性能 但是除此之外 其實會買這種性能車的人 你在意的當然就是它的排氣聲浪的音頻 V8確實是非常的棒 直六是它的經典 可是192 V8確實是一個 讓人非常難以忘懷 尤其當你試駕過一次之後 那種非常高的音頻 非常的享受 我現在試了最新這一代的M系列的車款 我就會懷念當初試駕V8 M3的時候 那種感覺 那因為它是雙渦輪增壓的關係 所以它的整個加速的線性過程中 幾乎你感覺不到任何的頭部Lake 油門踩它的線性非常的準確 而且在油門的掌控上呢 你大概一兩次你就可以適應 這是BMW厲害的地方 它給你非常好的性能輸出 可是又不會讓新手駕駛開起來很懼怕 你甚至可以不斷的去嘗試它的油門的深度 當你今天嘗試它的油門深度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駕馭性非常容易上手 不像以前的M Power 從最早期的M3 那個時候你開一台M3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你現在開M3 它有非常舒適的內裝 非常容易上手的一個機線回饋 當今天品牌形象 動力性能 操控特性 以及內裝的質感 每一項都達到非常高的標準的時候 這台車的車價就會非常的貴 這就是BMW M Power 我們剛剛問了原廠總代理的人員 他說未來有可能會安排一次M3 讓我們來試車 希望它在試車媒體的安排上 可以讓沒有撞車紀錄的媒體排在前面 不要到時候換我們試車的時候 這台車就撞了 不過很高興就是這一次排到我們的時候 這台車還是完好的 讓我們可以有一次很完整的一個新的試駕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要買同樣底盤的M Power 這種中型的轎跑車 雙門的M4 它的整個車體的剛性表現也會比較好 M3雖然有很便利的一個四門的便利性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求 一點點這種車輛的剛性的表現 M4會是最好的選擇 我甚至更想要試試看傳統手排 因為現在BMW不管在mini也好 甚至包括BMW M系列的手排變速箱 當然你今天在做降檔動作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補油 所以你少了根子的動作 這樣子一方面熱血程度會增加 再來一個就是便利性也會更好 只差在你左腳踩敵樂器 但是我相信手排的M4 會是最好的選擇 是最好的選擇 是最好的選擇 可以測試看 擁有利性也會分別 搭載